北京再爆發本地新型肺炎病例 當局宣布全市社區防控工作 進入戰時狀態 所有關卡都安排人員24小時駐守 恢復體溫檢測 居民要憑出入症進出小區 又暫停開放文化娛樂等室內活動場所 當局透露 已經排查近20萬名 去過新法地批發市場的人 有民眾一早到醫院 輪候做核酸檢測 有人說清晨5點已經來到 發現當日300張籌已經排完 那你還在這邊等著幹嘛呢 我看看能不能被嚇了 為什麼會過來那邊要預約檢測 當然去新法地都得做得檢測 要不然當然也不來上班 醫院門外貼出通知 說星期二起做核酸檢測 需要提前至少一日預約 檢測多久會不會有你的結果 我們現在不能跑到耳朵 你好好選的不會一樣快 不會可能抽過耳朵 當局說星期日確診的36宗新增病例入面 當中至少34宗和新法地批發市場有關 目前對新冠病毒的變異傳播等規律 我們還沒有完全掌握 境外疫情也仍在蔓延 首都疫情形勢十分嚴峻 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首都疫情防控的 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 爆發疫情的新法地批發市場 負責北京近八成的食材供應 休市期間 蔬果、肉類轉移到周邊的臨時交易區分銷 通道有保安把守 其他車輛禁止進入 在朝陽區體育西路的這個街市 部分菜的來貨地 原本亦都來自新法地 新法地都關了嘛 就來不了貨 那來貨便平常少多少? 少了很多吧 就這樣看 各類蔬果都有貨 不過市民就要挨歸送了 成貝的番 就指這個西紅柿、這個黃瓜吧 平時最多兩塊錢一斤 今天賣的五塊錢一斤 你平時買的量肯定要大了 為什麼? 平時我沒事 我可以每天來 現在疫情期間 我盡量少出來吧 同區的大型超市 部分菜架 在中午前已經清空 有貴一點嗎? 沒貴 好貴 當局說 已經啟動臨時蔬菜政府儲備 從外埠省市 調運蔬菜入北京 做好應急供應準備工作 保障受疫情影響區域的 生活必需品供應